剛才說到就是看到那些體育用品股 它的上升其實是不是都是受惠於上海解封 都有關係的 現在追又可以了 所以你說如果只追上海解封就是追你的 但問題是這些你都知道 會很弱勢 是 校書大卸板塊 不需要博的 因為問題就是 你這個位置才去追 你想一下譬如以理領位 體育用品行業股一定是以理領的 嗯 但問題是你要以50元做止施 是 50千施可能已經有阻力了 所以現在就是用6元來博 你用6元的成本來博4元 那你說現在的動力向上 那當然升上去的可能性會高一點 那所以你的expected value 可能說你計算升的機會率 計算減的機會率上面 可能是正EV的 可能說是一個 你真的這樣去博是有得想 好過你去到60元邊的位置才想追不追 那但是你要升出50千施 我覺得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 那所以你說要炒你力OK 但是轉身轉得快 如果未來有些什麼風吹草動告訴你 我們可能供應鏈又有問題 或者看有用品行業的銷售做得不好 那就危險 但是短線應該你沒有什麼銷售數據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短線 駁它上60元先 是,好啊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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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